你的梦想是飞上蓝天 对 梦想很可贵 你女朋友的梦想是什么 虽然她也想飞上蓝天 但是身为一个女孩子 你常年在外面飞来飞去 男女平等吗 平等 你虽然说男女平等 但是你把这个女孩的地位 放在了不平等的位置上 在你的对家庭和对两性关系的思考中 女方就一定要在男方之下 但是其实从你们的言谈当中 我是能够捕捉到你对她是有感情的 就从你那个吃醋劲来看 你是喜欢她的 但是这个女孩子并不愿意 为了你的想法去委曲求全 放弃自己的梦想 如果你在固执地坚持说 我认为女人就应该安稳守在家里 我可以实现梦想 你要守家 你坚持你的这个观点 那你离分手不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姑娘现在的状况 有一个学长跟你表白过了 喜欢你 想让你做他女朋友 你拒绝了 但是他依然帮助你 为什么要帮你啊 即便他嘴上说 好我尊重你 我不打扰你 但他依然在努力地追求你 他在潜移默化地打动你 所以你再说 你跟男朋友关系好 从你现在的表现形式来看 姑娘 你对这个学长不是没有不动心 你是口是心非地拒绝他 却又允许他在你的身边陪伴你 所以你不能说你没有一点点心动 所以你很危险啊 其实人生分很多阶段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那你们去学这个专业 是因为有这个梦想 我建议让他去实现这个梦想 帮助他去成就他现在的梦想 而等你们将来真的情投意合 走到一起结婚生子 一个女人会慢慢地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和调整在某一个阶段的角色 那个时候也许 那要生小孩了 我也飞不动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空中转向地情 或者那我的小孩 慢慢地需要去陪伴他更多了 那可能爸爸不飞了 调整一下自己的角色 去转换一下我的工作形式 这都是可以调整的 核心问题是你们够不够相爱 一辈子相守的勇气和决心 如果有 我觉得不叫事 关键是爱够不够支撑 你们眼下出现的矛盾 自己去衡量 在梦想和自己对爱情的规划上 发生冲突 该怎么做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大学的恋爱 不希望一个女孩子飞来飞去 不安全 听上去好像是在照顾和关心她 但事实上你是在安排和支配她 你也是空城专业 她也是空城专业 不能学有所用 是一种失望 你明明能够理解这种失望 你还要把这种失望强加于她 你明明知道那种不甘心 面试失败之后的那种颓败感 你明明知道是什么滋味 但你还是要让她尝试一下 如果还没有结婚 你就开始缺乏这种最基本的尊重 你说说看 你跟那个师哥比起来 谁更爱她 我觉得我更爱她 你连陪她去面试都不能去 你爱她 飞并不是你的梦想 你要是那么想飞 你会因为这样的一个 还没有娶你进家门的男人 毫无理由地反对你的职业梦想 你就放弃吗 一个面试者要带着别人 陪自己一起来 首先面试官会给你大打折扣 你肯定面不上嘛 你面个室还要带一个男人陪着你去 你是找工作吗 那如果在飞机上遇上突发状况的时候 作为一名空姐 如何去安慰那些乘客的惊慌啊 你显然是不适合做空姐的嘛 你心理素质太差 不要那么贪心 一方面又离不开她 一方面又觉得师哥 对自己的关怀和照顾 自己很受用 所以其实你们两人都有严重的问题 一个根本对爱情没有尊重 一个对爱情缺乏忠诚 什么事都不可能两全 要实现梦想 可能就要牺牲爱情 如果要跟一个男人长久的在一起 就一定要拒绝别的男人对你的示爱 你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陆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